欢迎回家 好 那个B2是临时车的 咱们停B2啊 您里边请 里边请 爸 宝 你怎么在这啊 什么时候干着保安了 今天刚上岗 不是 你到底要干吗呀 爸 我这不是要给人 做上门女是吗 以后到了李家 我就不能经常回来看您了 可是我想您呢 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辙 我就在咱们家大门口 天天守着您 您进进出出的 我还能看看您 多好啊 爸 你这话说的 还让我挺感动的 少跟我来这套你 我还不知道你 这房子没给你解决呢 你就跟我来幺蛾子 是吧 你把这事批发了 给我回家 我不回去 我一没偷 二没抢 怎么了 再说了 以后我嫁到人你家了 就不能经常回娘家看您了 我这个工作一举两得 多好啊您就不想我呀 欢迎回家 我让你走 走 回去回去回去 我不会 你儿子还真这么说呀 王大理他 他坚持不了几天 他是坚持不了几天哪 可这事在这么僵硬去 雨晴的态度还不改变的话 过不了几天 宝真有可能跟人当上门女婿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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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知道你儿子打的什么小九九 你还死记贝利地往他这套子里钻 他就是要让你着急上火 你看 沉不住气了吧 你呀 你干什么 你不吃了你 吃什么吃啊 气都气饱了 你去 我冰箱里有一只鸡 拿出来花生粽 你不是都气饱了吗 给宝做个公报鸡丁 看那么雕的嘴 都无业为盘饭 看能吃得惯了 说你这老憋子 怎么说你好呢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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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真是 比传闻当中说的还要忙啊 作为咱们医院 手术量全员第一的医生 我还真得排队等着你波容接近呢 高先生 您这么臭我怎么敢当啊 您找我什么事啊 我找你是因为科室的事情 你们心脏外科 从胸外科分出来 您这么臭我怎么敢当啊 这段时间 科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呢 院里的领导们经过研究讨论 大家一致希望 由你来担任科主任 谢谢院领导的器重 但是我现在临床的任务很重 真的没有精力去社族管理 清风啊 院里面就是想 让你借这个机会 学习和锻炼一些领导能力 从全院的发展角度 来进行学科建设 对不起 高院长 我现在就想做好每一台手术 况且心脏移植中心 马上就开始筹建了 那是我一直的理想 我想把更多的精力 放到这些事上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 院里不会强求 谢谢高院长 移植中心的事情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谢谢您 这个快到下班时间了 你后面还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 那你就坐我的车 我送你回家 这怎么好意思啊 你从一大早就做手术 都做了两台了 早点送你回家休息 好不好 不是 平时我开车的 我今天现行 我叫我车就行 你千万不能跟我客气 那移植中心的项目 你我可是搭档啊 好 那就下班一块走 好 好 好 谢谢 秦伯啊 怎么着我听说 你现在还是单身了 跟家里人一起住啊 对 我大部分时间 跟我妈一起住 偶尔住咱们医院的专家公寓 你父亲呢 我 我是单亲家庭 我不记事的时候 我爸妈就离婚了 我没见过她 你妈妈一个人 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她现在身体还好吗 好 很好 她原来在他们单位 是公会主席 退休以后 就在街道当调节员 干得挺开心的 好 来 就在这儿停就行了 好 这个啊 谢谢高院长 我回来了吗 回来了 这 好不容易挂上去的 怎么给拆来了 好 笑什么笑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心里有对象了 你随意不去相亲 醋了这么多好吃的 洗手吃吧 我问你话呢 你是不是心里 已经有对象了 我天天在医院那么忙 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所以呀 所以这对象 就在医院里呀 就在医院里 林杰 我觉得不错 您今天又去医院了 对呀 我让林杰给你的汤里喝了吗 真是的 灯下黑眼那么好的姑娘 愣没看见 妈 我跟林杰就是同事 没别的 对对对 就是同事 妈妈知道 同事 但是 同事结婚得多了去了 我做调解员这么多年 我觉得啊 在一个单位工作吧 怎么说呢 接触得特别多 感情就容易稳定 你不像是找一个 别的行业的人 根本就不了解你工作 你说你那么忙 是吧 就说你也不顾家呀 这个啊那啊 一大堆意见 你就有矛盾 对吧 林杰则不同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妈 我们俩同事 这么多年 能发展不就早发展了吗 您 您千万别再提这事了 要不然回头我们俩 没法一块工作了 多尴尬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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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不提不提这个事 不提这个事 来来来来 跟我说吧 吃饭 我吃完了 他妈等我一个方案去 吃那么少啊 晚上吃也对身体不好 好 妈 妈 您还开我手机啊 对啊 我看你落这儿 我真想给你送进去呢 可林杰还真是同事关系呀 这傻小子 好 哥们儿 咱俩谈饱咖啡厅见啊 妈 妈 我出去趟啊 你刚回家还出去要今晚了 这张燃找我有事工作的事 必须得面谈 你这 这这么辛苦 还得要出去 行 路上小心啊 妈 您不够等我啊 不管多晚漫漫不能回来 早去早回啊 怎么着 妈 被你妈给逼出来了 我打算搬到专家公寓去住了 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 靠谱的保佳阿姨 你介绍给我啊 你想从你们家搬出来 不可能 你妈不会同意的 心脏移植中心的项目 已经启动了 我跟领导保证过 我会全力以赴 我这回家想看看资料 一回去我妈就 没完没了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太知道你能感受了 你妈呢 是围追是堵截 我爸呢 是狂轰乱炸 我一回家 这老爷子往里一坐 叫把手机 朋友圈这么就翻起来了 就说 你看 谁谁谁家爸 又出国旅行了 儿子看 谁谁谁又给他爸 买单反相机了 谁谁谁他们家 在三亚又买海景房了 这一圈下来 然后问我 你什么感想啊 我能有什么感想啊 掏钱呗 我真不知道 我爸什么时候 能为我着想着想 你妈那种 绝对的入侵式母爱 我爸这种呢 就叫捆绑式炫富 要不然忙忙人喊中 咱们俩怎么能成哥们呢 这都是有道理的 你得赶紧把那保佳阿姨 电话发我 保佳是吧 来 发给你了啊 祝你越狱成功 冠雨晴 你弟弟这样子 我受不了了 他是为你有本事 你厉害 你有能耐 你理所应当地 帮助你弟弟呀 雨晴 你们要做孝子 知道吗 知道 你总说孝子孝子 我看你才是孝子 整成孝顺季道儿子 你混账 你眼看着你亲弟弟结婚 你不帮忙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我把话放在这儿 这亲人要是变成生人 那可比生人更生分 刘初杰 走 你别忘心里去的 来了来了 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呢你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我愿意接受处罚 雨晴啊 这次你们能够把心脏安全 及时地运送到上海 宴席医院和浦外医院 还有患者家属 一起向您和你的机组成员 表示感谢呀 来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两个医院和患者家属的感谢信 锦齐和感谢信哪 是燕西医院派人送过来的 他们说 心脏移植手术非常成功 他们还请求务必要表彰你们 所以我们开会一致决定 关于你们迫降无锡的事情 不许追究 不许追究 而且公司还要表彰你们机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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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那个贵宾的投诉 那怎么办呀 那个主治大夫啊 已经出面解决了 主治大夫 嗯 我想问一下 那名医生叫什么名字啊 我好感谢人家 他叫徐清风 谢谢 谢谢大家 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 严防死守是勇敢 真听刘璐就是懦弱 徐清风 练习国际医院新外科副主任一诗 协国医科大学博士学文 至今那只发表的询问 其中十一篇刊登你 原来他这么厉害啊 他怎么会突破的询问 很小的小的大学 Skulli 以后 是不是那天在徐医生办公室 你去来找徐医生了吧 是 他今天在重症室 应该在查房吧 走 我带你去啊 谢谢啊 关机长 徐医生住在ICU病房的 我先去忙吧 谢谢啊 谢谢 请问 你妈让医生哪位 会你们家里 上周从急诊转过来的 病毒性肺炎那位 大夫 我就想问问 用你们那个ECMO 到底还要住多久啊 这都很多天了 是啊 是啊 像你爸这种情况 必须用ECMO贴代费 那还得花多少钱啊 三十万左右 三十万 老公 这么偷下去也不是回事 你给句话吧 实在不行 还是算了吧 对他 我们已经人之一净了 小房 好 我听说呀 这坏者年轻的时候 抛弃弃子 这老了老了找过来了 所以这子女 都不怎么待见他 其实你们爸爸 和我表达过 他不想治了 我估计 也是怕拖累你们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 毕竟 原谅不原谅 有很多次机会 但生命只有一次 考虑好了 来办公室找我 你跟ICU说一下 三零五床的费用 我个人先帮着垫付一步 不是 徐医生 他们家属都不愿意救 这么高的费用 您来垫付 这算什么回事啊 这人还有他旧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但我看那三零五床的家属 说得挺绝情的 他们对自己父亲 没大有感情 要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那一开始 就不会送他尽爱尽忧 再给他们 点时间考虑吧 我不想看到他们后悔 那徐医生您觉得 他们会继续治疗吗 不好说 但我知道 爱一定会带恋恨 但我知道 那我这就去办 去吧 去吧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好 徐医生 我来 送你 抢救病人 是我应该做的事 心意我领了 东西拿回去吧 不光是 救救治的治我的事情 还有别的 别的什么事 那天我把飞机 迫降到无锡 有乘客投诉 多亏了你 拿了医院和家属的 感谢信 我和我的机组 才免于处罚 所以谢谢你 你就是那位女机长啊 很巧吧 亚新航空 第七飞行大队飞行员 关雨晴 应该我感谢你才对啊 那天你要不是 叫了救援直升机 我根本完成不了 那台手术 太感谢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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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既然要感谢 礼物你收下吧 把新意化为行动 是我们机组的作用面 可收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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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亏重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还因为那天 我在这里给你听着 生气吗 不 不 不 没有 没有 那 那我谢谢你了啊 谢谢 随听听 我们不好意思啊 没有 没有 余医生您好 我的天哪已经出来了 那你忙吧 我先走了 谢谢啊 好 忙 忙 忙 来 坐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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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停 我他们还没关系 你 打电话 妈 算了 冷房工作人员 去吧 徐医生的手术结束了吗 结束了 我带您去找他 您好 找到徐医生了吧 找到了 谢谢啊 谁啊 高院长 那是徐医生的女朋友 还是为女记长呢 女朋友 前段时间两个人吵过架 他已经来过一次了 今天是特地来送礼物的 超级主动 但是他今天走了 徐生都不带送一下他 两个人肯定还在吵架呢 安定很好呢 对吧 还吵架呢 那行 那你先忙去吧 好 等一下 姑娘 请等一下 叫我吧 对 就是你 我们认识吗 我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 我叫高建林 高院长 你好 你找我 你找徐医生好像有什么事 我想了解一下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纠纷呢 没有 没有 没有纠纷 就是一些私人方面的事情 私人方面的事情 就是事情比较多 也比较复杂 一时间还说不清 姑娘 如果你不觉得冒昧的话 能不能把你的联络方式 留给我啊 好 其实我刚调任这家医院 不请了 徐医生是我们医院 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 除了工作 我也想更多地关心一下 他的生活 他朋友不多 所以我想通过你了解了解 不好意思 高院长 您可能误会了 其实我跟那个徐医生 我们不太熟 连朋友都像不像 姑娘 如果你觉得 我打扰到你了 你可以直接删号啊 不行吧 这是我的电话 关于云青 亚新航空飞行员 小关 好啊 很高兴认识您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可以自己联系我 好 好的 谢谢您 那我就走了 好 再见啊 再见啊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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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食堂买饭料不提宿 在家里边那叫吃饭 在单位食堂那叫对付 能一样吗 雨晴天天在食堂吃 你怎么不问呢 那丫头厉害 甭管她 吃不了亏 不像饱啊 到现在了还是个孩子 这花儿开点炖给燕的啊 红红绿绿粉粉的 雨晴啊 你在哪儿呢 我在宿舍这边呢 别等我吃饭了 对了 你们身体怎么样了 爸是不太好 这一有剧烈活动 一着急 他就赌的哈 妈 告诉你个事 我今天去燕西医院的时候 认识了他们那儿的院长 高院长 还是心胸外科的专家 我们留了电话 那可太好了 这种关系 咱们还求之不得的呢 对啊 我也这么想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让这个高院长给爸 检查检查身体 到时候你可要劝我爸 那你也要注意身体 那个别太累了 注意吃饭 我知道了嘛 放心吧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parar啦 连杰啊 你还好吗 阿姨可想你了 两天下班 那早点来我们家吃饭 阿姨给你做我最爱吃的 啊 清风在医院 阿姨就拜托你照顾了啊 你看你们这工作兴致 也不能按点吃饭 你平时呢 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没事没事没事 阿姨不嫌烦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你的 有你的 等着 这场地 吃饭 来 去吃饭 转牌子 这么晚了还不下班 还没喝好啊 喂 你好 小关 你好 我是高建良 高院长 你好 请问你明天有空吗 我正好这两天修班 太好了 太好了 上次一见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正好我这儿也有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我想给你介绍认识认识 介绍给我呀 不用了 小关 我知道我这很冒昧 但是你们两个各个方面实在是太般配了 你一定要相信一个老同志的眼光了 那个 如果不喜欢就当交个朋友嘛 我都跟对方说好了 人家小伙子也同意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好不好 好 那 那行 高院长 你跟我讲一下那个时间和地址 我准时到 好 好 什么就业了 对不起 高院长 我真的没有兴趣相亲 而且我马上有一篇论文要发表 明天我还要改论文呢 清风啊 你听我一句劝 工作不要绷得太紧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是 那生活上的事 你能让我自己安排吗 你自己会安排吗 你有时间安排吗 再说人家对方姑娘都已经答应了 你要是不去 我还要回绝人家 我要是那么做 人家肯定会说我这老头不靠谱 去吧 你见了面一旦不是很喜欢 成不了恋人 你多一个朋友也不错呀 对吧 那好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孙佛我还要嘱咐你一句啊 跟女方见面以后 一定要待过一个小时 这是对女孩子最起码的尊重 好 走吧 走吧 香气 您好 请问是 怎么是你啊 高院长介绍的原来是你啊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不用了 谢谢 好 我去坐一会儿 看来 你不是自己来相亲的 我就没想过要相亲 你要觉得坐不住或没必要 你可以走啊 我无所谓的 不行 我答应了高院长 你要待过一个小时 要待过一个小时 我有个提议 既然来了 就别浪费时间 我给你看诊盘 看什么展 飞行员 长期保持坐姿 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 关节炎 颈椎腰椎也可能出现问题 肌仓气压变化大 还容易患上骨膜内线的毛病 因为高空辐射相对缺氧 飞行员的皮肤容易干燥 换秃顶的几率 这些问题呢 可以通过调整 工作和生活习惯得到改善 可骨头的问题 不容小觑 骨头 在干吗 转过去 不是看诊吗 转过去干吗 我就是给你看诊 我要看你的脊柱 来 我 羊 这儿疼不疼 不疼 这儿呢 不疼 我不疼 慢一点把胳膊抬起来啊 慢一点 疼不疼 我说了不疼就是不疼 那儿也不疼 没毛病 好 因为你还年轻 所以刚才的疼痛你还可以忍 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的脊柱已经有点变形了 继续发展下去 会压迫你的神经 我建议你每周练练瑜伽 我再给你开些药 按医嘱服用就可以了 服务员 您好 你给我拿支笔 先生这是您要的笔 谢谢 还有二十分钟 那我们干嘛呀 我自己多少 但是您怎么可以 הט�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 怎么吃 什么时候吃 我都写好了 谢谢你啊 看病还看了个全套 那我们走吧 这么大的雨 要不再等一会儿吧 监局报处 还得下两个小时呢 接个电话 喂 明天手术 你就帮我安排三台吧 把时间表 把时间表发给我 好 谢谢 我们俩待在一起 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我们合作得很快 那就此分开吧 再见 想给你 那你怎么办 我没事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 妈 回来了 怎么样 你姑娘相中了没有啊 不太合适 而且您不会喜欢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喜欢啊 是 儿子 大了 懂事了 知道考虑妈妈的感受了 行 没关系 不合适咱们再继续找 我看会儿资料 行行行 不是 我就是给你提个建议 你留一下你周围的人 也许呀 有那特别合适 有那特别优秀的 这可能都是有的 好 我不看 我不看 我不看你吗 你吗 要我进屋看去 别啊 在这儿 在这儿 陪着爸 好 你有什么事啊 儿子 人家也咱小区的 好多老头老太太吧 都会网购了 没有快递送上门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聊天 你妈妈落伍了 人家会笑唬我的 你想学网购啊 对 我想学网购 这事简单 张燃 张燃是网购达人 每天都收快递 我跟他睡着去吧 张燃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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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小伙子 那审美能跟我一样吗 他不行 给林姐打电话 妈 我都跟您说过了 我们俩是同事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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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让你跟他做朋友 我 我 我喜欢他 我跟他做朋友 这总可以了吧 来来来 打电话 我打 您干吗呀 非诚弄得 我们俩同事都做不成嘛 没事 没 你妈没那么没有分寸 你去哪儿至于啊 林姐啊 不是清风 是我 徐阿姨 对 你好 你好 你看 真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我是这样啊 有个事呢 我想跟你咨询一下 我想问问你啊 就网上购物 这怎么操作呀 明天帮我安排保洁 去一下专家公寓 我要搬那边长住 对对对 这步骤是这样的 哦哦哦 哎呦 我觉得还挺麻的 别问了 就这么办 什么 你要替我买啊 哎呦 那太好了 啊 那个一百成五的 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 我知道 啊 那个 你看 那个人 看来 啊预先 接下来 我怎么办 到 notices 有什么事呢 78时 老师 你放心 这个我把握的特别 他只能靠你把握 明白吗 放心 放心 这个尺度很微妙的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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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知道 爸妈 我给车 这车我是我给你们叫好 回去路上慢点 到家了就给我发微信 好 还有啊 这房子的事 我和贝贝妈 可就等您好消息了 对啊 放心 在关家 最后 还得我关震雷说了算吗 我这 独死 行 明白就好 走了 走走走 来 总事长 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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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早点回来你们啊 放心吧 放心 爸 慢点啊 到了发微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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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公 关太太 您的私人专车到了 那我上了啊 嗯 再 出发 生命 老公 我爱你 以代 你 我爱你 你 你 不 我爱你 你 谢谢师傅对我的指导 别一天打完诊就没用的 我得看到你进步啊 师傅 你可是大神 相信经过你的指导 我一定会尽快出师的 飞行员没有大神也没有奇迹 只有不断地训练 了解航线提前准备知道吗 我信你 信我没用 你得信自己 赶紧练血飞在这儿坐着吧 是 走了师傅 快去吧 喂 高院长 小小关 跟徐医生见面谈得怎么样啊 和好了吧 和好 我们刚认识 他只是给我看了 一小时的电影 你们两个不是恋爱关系啊 怪我怪我啊 到听途说了 没关系 院长 您关心徐大夫的生活 我可以理解 可是小关 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非常般配啊 如果你们能细水长流地 多接触几次 你们就会发现对方更多的优点 小关 那个徐医生刚才跟我说 他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那约你再见一面 还要再见一面 感谢观看